大家看这里是一个脚踏板 脚踏板插上去过就是启动的一个启动开关 那么这个是手柄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连接好以后呢 就可以先把探头装上 把探头装上 探头它是有个对口的 把口对下好了 直接就装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探头已经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启动机子 稍等一下 这个机子下面这里是显示是5000发 这个5000发是这个刀头的发速 那么这是个功能 最后也可以调节 首先建议客户调节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探头 操作的话呢是分成三段操作 分成三段操作 第一段的话呢 第一段我建议能量调节到0.3 至0.6这样子 然后第二节同样 同样调节 就是全部加一 统一加一是0.4到0.7之间 然后第三节是分到0.5到0.8之间 那么这里是调节强度的 那么这里是调节强度的 最高可以调到一点点 这下面的是点一点的距离 后面这个建议我们建议客户调节最长的长度 25 这25是刚好这个刀头倒的25毫米 那么调节好以后呢就可以启动的了 那么这里呢是一个前自动模式 前自动模式 前自动模式就是说调节好能量以后 踩下脚踏板 它就是全程自动操作 这个是一个半自动模式 就是说它脚踏板踩一下 然后转一圈换一个位置 然后呢打完点我再踩一下就可以的了 建议首先建议客户第一次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调节到最高的一个350 350这里调10度 那么它正常它是刚好转36圈 刚360度前转 那就可以操作的了 这里呢我们建议客户是25毫米 我们建议客户一条最长 125 好这125个刚好就是烫头的一个长度 那么这调节好以后呢 这旁边有个记录 这是你调节的数据 调节好了 那么你就可以按下准备开关 踩下脚踏板 就可以操作的了